今天汇丰银行在汇丰银拖累之下 这次整个航生指数也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下跌的状况 现在的指数大概在一万一万两千的八百多点的水平 圈过了一万三千的点的水平 我相信在未来来说整个市场还是会受这个汇丰银行的影响 而出现一个比较热习的状况 尤其是我看见现在很多的大的投资银行对汇丰银行的股价来说 他们平均也是在四十到五十块港币的水平 所以我相信未来汇丰银行需要下调的空间还是很大 尤其是现在我看见就是许老一汇丰银行就是恒胜指数 从就是一万六一零六七六到一万五千的反弹那已经完成 很强我相信未来来说他的下调的空间还是很大 尤其是在节一年的第一次都知道很多公司会公报他们2008年四月第四次到的 从字表我相信解放边的从字表出来的会比较悲观一点点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一到两个月来 去汉丰银行数也在一个热习的状况 也出现一个反弹比较小 但是回套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出现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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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